大家好,我是绿远镜 影片开始之前记得按赞订阅开小铃铛 也可以加入会员成为木叶忍者村的一员 可以在未来非常多的游戏直播、杂谈直播、影片首播 刷各种不同的贴图 以及能够决定未来影片要拍什么 想要成为木叶忍者村的一员就加入吧 今天叫什么? 马哈 我一开始以为吃泰国料理 结果是印度料理 今天在这个台南市东丰路泰基马哈里 好啦,我们今天就是499优惠餐了 对啊,因为它这个 你把它打开之后看不懂 而且防疫期间不能共识 所以就只能点个人餐499,500块 这个是什么啊,蔬菜汤是不是 不是蔬菜汤啊,就是鸡肉咕咕汤 不错耶,鸡肉咕咕汤 咕咕有咕咕的味道啊 啊你喝什么? 番茄汤 番茄汤怎么样? 不共识,我听你的心得 很像什么? 麦当盒番茄煮人汤 麦当盒番茄煮人汤 我不会很想喝 可以是 那两碗你会喝什么? 咕咕汤 这什么啊? 前菜啊? 太会菜 蔬菜饼之类的 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味道 印度的味道 满满的洋葱 那你提早觉得很大片虾饼 不太像耶,它比较咸 虾饼有虾味 这个很咸 它这个很容易掉耶 分散不均匀 吃很多洋葱 很像 有南洋风味 不错的形容耶 南洋风味 印度是南洋 印度在哪里啊? 印度洋 黑黑黑黑黑 吃马拉辣酸香 还有黄马扁 印度在哪里都不知道 不错哦 印度拉茶 所以这个是主餐就对了 我点的是 主厨羊肉 相信那两个印度主厨啊 很壮 很不错耶 肉的胶脂很够 然后酱 我们的这个也是酸辣 蛮酸的 可是我觉得肉蛮好吃 我就配配看这个 它这是什么甩饼 刚看到它在后面甩的这个 这要怎样 撕是不是 好烫哦 先吃个原味 原味没有味道 直接加这个 它肉是有胶脂的那种 对啊超重的 它是鼓鼠超重的 它感觉一甩 这个饼可以丢到台湾棒手上 鼓鼠有点像布雷 肉配烤饼 看看 好酸哦 到底是什么酱 又是刚刚那个番茄汁 还不错啊 开吃开吃 蜂蜜优格 它没有混在一起 它是分开的味道 它优格很酸耶 因为太酸了 它的优格 超是一半 吃到下面就比较甜 好 今天吃完啦 这个我们的 绿眼镜实测印度料理 还行 500块是印度料理 一开始想说 看那个菜单 感觉不会饱 就其实蛮饱 但它的饼皮 其实是算蛮有弹性的 配那个酱 感觉很特别 尤其是它那个肉 我觉得它那个羊肉呢 非常好吃 有嚼劲 然后胶脂也很够 我给它很高的分数 但是那个酱到后面 就是有点太酸 但是肉真的不错 那酱配那个 烤饼其实也不错吃啊 奶茶也不错 那一开始那个蔬菜的那个 果饼就还好 蜂蜜奶酪也还OK 吃到最后面才比较好吃 一开始有点太酸 OK 那我们这次的 绿眼镜实测 这个这一天 麻辣 那就到这边 这个零食就突然间 朋友揪 要吃这个印度料理 就来顺便拍一下 整个店内的风格也是不错 很多这种印度的风格 然后这个也是放那个 印度的那个 三个傻瓜 放那个鸽 厨师也都是印度人 OK 还不错 整个氛围 可以给到8分 就是印度的感觉 料理我也可以给个8分 都还不错 如果喜欢印度料理 可以来试试看 在台南的东风路 OK 好 我是绿眼镜 绿眼镜实测 下期节目 拜拜 好饿哦 今天中午时欸 先去探险 有那种被侵犯的 进去的感觉 对 被好像深入 因为你身上都说 他手里的感觉很好笑 痒痒 那你到了吗 应该是为了还美 那还没有吧 我们对话OK的吗 我是实在害怕 那个搬出来的东西 到底会长什么样子 你自己看不到啊 我有血轮眼 怎么办 你有血轮眼 他会被发现吗 对啊 等下就会把它挖走 然后放到这个边上 这是古怪的东西 你看到东西 又有状状的东西 所以有看到吗 白白的 本来的可能是白眼吧 有看到吗 里面有眼 伏模格啊 我有客串还是有 你都客串很多格啊 都有你的戏